嗨,大家好,我是Mean 今天的主題是低手的點線面 在學排球的時候,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從低手開始學 想必大家一定很熟悉了 這時候你們一定很納悶,為什麼還要學低手呢? 因為魔鬼藏在細節裡 那我們先來講低手的完整動作 低手是由腳步、重心、擊球面所組成的 那我們一起來看所謂的點線面在哪吧 第一個要注意到的是腳步的定位點 要快速到達球的弱點 然後調整重心以及腳步的踩法 我們通常習慣站前後腳,並且踮起後腳尖 重點就是快速又穩定的到達定位 接著要來講的是線 送球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些人習慣用手送 有些人習慣用身體來送 而這些做法並沒有完全的好壞之分 取決於自己適不適合 但在送球運動的時候 下盤一樣要扎實、要穩定 不論是哪一種送球方式 都會有一個往斜上方送球的模式 最後我們要看到的是面的部分 要想像低手的手形成一個平面 像一面網球拍一樣 以入射角與反射角的方式擊球 而手形的部分要打直手臂 以及將握拳的手腕下壓 這就是低手送球的點線面 提供大家一個練習的方法 那就是對牆 對牆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低手的點線面要隨時注意調整才是最有效的練習方法 但有些人就會覺得強度不夠啊 或是低手對牆不夠有挑戰性之類的 那我給的建議就是找一個小一點的平面來練習 所以你的控球穩定度還有球感會大大的提升 如果還是不夠的話 請期待之後的基礎練習教學 今天排球小教室就上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還有點讚臉書粉絲團 我們下次見